講起電台廣播 絕對不能不提李我 人稱Migo的李我 是播音界的電堂人物 由他始創的天空小說 50年代起就蜂魔省港澳 只是一個人用一把聲 就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令聽眾聽得如痴如醉 接下來這幾天 由我小米和Migo一齊話當年 究竟天空小說有什麼成功因素 而Migo最喜歡哪一部天空小說 第一我喜歡自己寫文章 我由六七歲我最喜歡寫文章 就是投稿 第二我什麼戲都做過 那時候沒有拍電影的淪陷 電台講故 有落鄉演戲 畫劇 粵劇 新派劇 做云 所有都是我自己編劇 我讀中國文學讀得多 寫文章寫得多 編劇編得多 隨時 苦衾即是隨便 拉起來就說 所以一個人扮幾把聲 自編自導自演 自造報警什麼都自己 所以訓練都是這樣 我小時候沒有稿 沒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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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說白話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在老樹組織的故事 在廣州市 整條街坐著三五車 一路走 逐著逐著 完全不用斷 完全沒有音樂聲 沒有別人聲 還有我的聲音 我講了一百零八套小說 成名作品就是 《玉岩燒月白》 我有一套叫 《催流春曉》 他兩個男女主角 用中國學問來結識的 全部用中國文學說出來 我最喜歡這套 除了令這個成名的天空小說之外 他在粵劇方面都有一定的措偽 明天同樣時間 《你我話》當年 這個就會跟大家講粵劇